有请进入半决赛的四支队伍 那个九祖公主是新罗国家学院的队员 半决赛第一场 新罗国家学院队史莱克学院 我们史莱克是这四支队伍中最弱的 一支全魂王阵容的队伍 作为东道主占据主场优势 取胜的最关键一魂补齐了 既然我们彼此的第一五魂能融合出黄金之路 那么第二五魂是不是也能融合出一个星际呢 我们的战术就是 来测高级魂师学院 最阵斗灵皇家高级魂师学院 比赛开始 快 不愧是拥有五大魂王的斗灵学院 一上来就摆出这样的防御阵型 必然是有什么强大的攻击需要时间准备 所以不能给他们时间 女号 请神探测攻击 果然 行动 全民致快 我晚点回来 早料到你们会使用这种阴障 不愧是有准备的 玄冥之魂 戴耀恒 你们拿下护術剑 再见 第四魂技 换子中阵 就凭我们 circumstance 起来 旅行 的 的 小凤 赶紧出手了 马小头 你喜欢捉迷藏吗 迷藏 其余人 按原计划进行 这次目标的感觉如何 这个游戏好玩 你生气的样子 也很可爱 就由我一人来捉捡你了 史莱克 将因你们而蒙袖 根本无法躲避 无法沉透迷雾 白虎护身杖 白虎魔神变 白虎心肝变 白虎心肝变 没有牺牲精神 这样的方式 你能防御几次 史莱克居然全体陷入了困境 对我你们在干什么 而斗铃皇家血院 似乎在酝酿着更大的攻势 不知道这些巨大的盾牌后面 他们在酝酿什么样的杀招 让我来 对于我们邪魔白虎代价而言 是八级混刀器 霸虎灵魂刀 大级灭魂刀器 弱虎灵魂刀器 你必须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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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倒巨炮 这种巨炮的威力 所以摧毁这支军队 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密谋的杀招 你能散开 发现目标 小桃姐 雨昂 复现 你能完成 小桃姐 凤凰穿运 凤凰穿运 放射 这才是史莱克学院拥有的实力 叫你 史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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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输 你带 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凤凰流星雨 住手 你们获胜了 马下草 下来 前凌 抽 柔洞滚场 下来 下来 接下来是千灵学院 最战史莱克学院 最战史莱克学院 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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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灵 百灵 百灵 再坚持两战 凌陆尘学姐就回归了 嗯 太好了 我可不会输 小意思 坚持就是胜利 加油 请双方奔奖上台召签 千灵学院在窦灵帝国排名前三 是一支拥有五环魂王坐镇的强队 淘汰赛阶段 他们的纯魂师阵容 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千灵学院队长 沈策 魂魂两皇三皇 虽然不是最佳魂魂配置 但他的武魂 是穿透里极强的强弓系器武魂 千姬毛 最麻烦的是 他们有两个控制系魂师 分别是冰属性安冷夜 和火属性威宇宴 被称作 冰火双控 大家一定要小心 穆朗 真的不派人过去吗 他们同族有一队 可是有三名魂王啊 是少哲让你来问的 他放心不下 只派预备队出战 史莱克 可能走不长远 为什么一定要获得冠军 孩子们做得很好 你告诉少哲 以霍宇浩为首的这七个孩子 将是史莱克未来千年辉煌的奠基人 这一届大赛 我就是要把他们历练出来 穆朗 您把他们看得这么高 十年魔一剑 我们要着眼未来 史莱特学院对千云学院团战 让你们见识下我的最强攻击 比赛 开始 开武闻 灭火 火龙地匹 除了霍宇浩 另外里面选手是第一次出赛 看来史莱克学院一直在隐藏实力 马路 对 莫非史莱克是故意制保罗三名正弦队员 继次麻痹对手 哼 故技中 是 这次不只是模拟了我的魂环 还把王冬萧萧的魂环也模拟成六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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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对什么事情都明了 就等你为我们创造了心机 史莱克学院 除了那个有六个十万年魂环的魂号 竟然还有两名六环魂帝 白虎公爵的长子弹药盒也是魂帝修为 意味着史莱克至少有四名魂帝作证 开盾 杨明 宋虎 白晨 叶茂 四人都是防御戏器合师 武魂 灵溪盾 他们武魂相同 应该来自同一宗门 配合会很默契 史莱克 出击 凌风 中文武侠 灵溪盾 是一种防御力 很突出的器武魂 这对缺乏攻击力的 我们来说 不是好消息 寒冰盾 这个寒冰盾与灵溪盾结合 防御力至少提升了三成 来场炮火洗礼吧 魂岛炮台战法 原来隐藏实力的布置我俩呀 气魂魂胜之下 魂岛师确实比 同领前的为师更强 更何况 二师兄用的 还是活力最大的 魂岛炮台战法 男男学际 好机会 终于控制 小光 成功了 小给我 魂魂技能 给你双龙权 他有魂魂 这块头部魂魂品质很错 这个魂魂技能的威力 接近魂魂的第五魂技了 第三魂技 得于停止诺 第三魂技 命之力 前击矛 炼烟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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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之玉 新炎烟 炼烟之环 炼烟之环 极致的痕迹分符 凭借四名防御魂尸 在前方挡住对手 再加上兵控辅助 增强防御 降低对手速度 为的 就是给沈策和飞玉燕 制造联手发动致命一击的机会 破语浩 迎接你的终结 炽涵 千军一击 金魔童 灵魂冲击 鱼昂 危险 玄冥之患 玄冥顿阵 玄冥顿阵 男生阵危险 金魔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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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的威力 我来不及叙利第二劲了 冷夜 看我的 去 来吧霍玉昊 让我看看你的真实实力 这是你所犯下最严重的错 勇动机 灵魂 我没出伞 还要继续吗 我跟人说 是蓝色战队的国争 金魔童 金魔童 灵魂卷的威力 足以媲美魂王的第五魂迹 就这样被挡回去了 难道他真的是拥有六个十万娘魂环的魂帝 金魔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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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预备队员 就凭这样的阵容 他们竟然连胜三场 可仅仅这样的阵容 恐怕不会引起日月帝国的重视 前几天星光拍卖场的拍卖 他们都参加了吗 史莱克和日月都暗中参加了 很好 皇兄 您的意思 接下来要加码了 那千鸡毛 抵挡他可费了我老大劲儿了 楠楠 快给我柔软 五官 天灵血院并不是传统强队 我们下一场的对手 正天血院才是真正的强敌 看过他们的第一轮比赛后 我原本打算在与他们的比赛上弃拳的 弃拳 正天血院有三名魂王坐镇 其队长的修为更高达五十八级 五十八级 他叫叶无情 以他的修为 即使放在史莱克学院 也足以入选正选队员 五十八级 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们很难获胜 原本我也这么认为 但看完你们今天的比赛后 我找到了获胜的机会 这个唯一的机会就在你 徐三十身上 嗯? 哦? 嗯? 嗯?